年滿十六歲的青少年依巡古禮 向七娘媽鞠躬敬禮以後 鑽過轎子底 再脫下身上的護身符 以及喝下成年酒 為青少年祈福的同時 也象徵他們已經是個正式的大人了 今天來其實滿新奇的這個體驗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來參加過的 而且我這次是代表學校的身分 來上去一起拜拜 這是一個滿特別的 看成年之後有什麼樣的成年宣言嗎 我快要可以考驾照了 對 就滿特別的 因為是只有一次機會 因為一輩子只有一次十六歲 那有這次機會可以來參加 而且還是代表學校來的話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是滿重要 也是滿新奇的一個體驗 對 新竹市竹聯市舉辦七夕成年禮 有將近八百名的青少年朋友參加 在古代傳說七娘媽是孩子的守護神 她一路關心與庇佑孩子長大成年 直到十六歲以後 就會為青少年舉辦成年禮 感謝七娘媽的庇護 也象徵以後要為自己的一言一行而負責 包含有我們的肯梗還有我們的嫩牛咖 當然還有我們的成年酒的一個儀式 那肯梗在我們的傳統來講 其實就是把十六歲即將邁向成年的一個重要儀式 那代表了孩子未來要獨立負責 然後也要為自己的人生開啟新的篇章 那在嫩牛咖的部分其實就是代表著我們要有謙卑負責的一個心情 所以包含的就是我們簽收益滿朝筍情有功細無益 也讓我們的這個孩子能夠理解我們親牛媽 一直以來從小到大照顧我們保佑我們 現在這個時候也要祝福我們 能夠在未來的日子展翅高飛 那今天非常開心 跟我們新竹市政府修正院代理師長跟司書廷處長 共同來舉辦這個七夕成年禮 那今年是我們第八年跟司政府合作來辦這個七夕成年禮 那今天也非常的熱鬧 從早上的這個肯梗 軟腳腳 還有喝成年酒的活動 到下午的這個手作 一些創作還有文創的這個市集 鼓梨儀式代表著社會對青少年的期待 希望他們可以更成熟為自己負責的同時 也要開始為社會做出貢獻 發揮屬於年輕人的熱血與活力 記者林彥斌採訪報導